在武汉街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真的感觉到好仿常好仿常 就是越来越多的退休艺人 在各大歌舞厅的退休艺人 开始在街头进行跳舞 他们跳的什么样的舞蹈 竟然会吸引如此多的人过来参观围观 场面好热闹好热闹 好多人好多人没有视频 真的不敢相信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的地理环境位置吧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 位于湖北武汉 汉口江汤 武汉分为三镇 分别是汉口汉阳和武昌 我所在的位置是汉口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场的观众就有一百多号人 就坐在这个台阶上面 下面大概是有三四百号人 然后全部在那边进行扭阳歌的扭阳歌 在这边跳蹦迪的蹦迪 这不是广场舞 这是健身操 这是蹦迪 这场面真的是人山人海 人潮汹涌 没有视频是真的不敢相信 在武汉的长江边居然会有这么多的退休医人 他们有的是退休的人 有的是白天在上班的人 反正社会上的各个层面的人都有 有达官贵人 有商场的职业大佬 有还有好多好多人看到没有 跳得铿枪有力 05的三位姐姐和一位大哥 旁边还有个小朋友 好多人拿起手机纷纷录像 他们应该是专业的班子 而不是散班子 散班子就是说业余的 他们应该是属于专业的 看眼前这位大哥 他的动作 还有他身上的腱脂肉 肌肉就能看得出来 曾经也是活跃在各大歌舞厅 各大杂技厅和各大歌剧院里面 现在退休了 然后但是还是有这份爱好 他们就索性 然后不约而同的组成一支这样的队伍 然后在这边跳这样的舞蹈 同时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吸引了很多大爷在这里纷纷参观 但是现在不需要打赏了 我记得以前去歌剧院里面是要买门票的 打赏的 现在在露天的广场上面就能看得到 在这里不仅景色非常美丽 人非常多 还能够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边游玩 空气非常的新鲜 看到没有这位大哥动作真的是 手舞主导 活蹦乱跳 看着人 魂不守舍 吸引了好多大妈过来围观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舞蹈动作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啊 台阶上的大爷大妈真的是看着目不爽睛 可是想过来跳奈何自己已经过了这股劲 只能在这边欣赏看到自己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心里面有感而发 要是我那个时候经常过来锻炼也不至于现在动也动不了了 所以啊我再次在这里 建议一些屏幕前的中老年朋友们 咱们有时间多出去运动运动 多出去哪怕是走一走路 也比待在家里面要强 咱们年纪大了 各种血管呢也老挂了 骨症呢也疏松了 咱们呢要加强锻炼 保持健康的活力 人老了之后啊 钱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能多活一天 而且活的是轻松和开心的一天才最为重要 好了对于眼前这些朋友们跳的舞蹈 大家给出一个评价吧 你感觉哪位大哥跳的比较好 你感觉哪个大姐跳的比较好 感觉这边的舞蹈怎么样 人多不多壮不壮观 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们的感受和看法吗 也可以说一说你们的城市有这样大型的户外公敌或者是歌舞表演或者是街头进舞的现场吗 场面氛围真的是太嗨了 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上 喜欢请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留个宝贵的意见 下期见